你這個右手的脈象 這個村脈比較浮 是屬於我們的氣管 或者皮膚方面 比較湿漆比較重 中醫師仔細把脈 左右手脈象都要了解 接著 舌胎是比較厚一點 有點薄白胎 但是還好不嚴重 但是實際上還是有點 湿漆的存在 晚上都睡不著 早就好癢 舌胎也能看出你哪裡不對勁 中醫師認為身體有些地方 會直接透露 五臟是不是累積過多的毒素 像是嘴破 口臭 便秘 舌胎黃 眼睛紅 青春痘 牙齦腫脹等等症狀 那我們的舌頭裡面像 如果有後胎 是比較厚的胎 或者舌肉是比較深的顏色 或者它有比較黃色的 那個機制在裡面 它代表身體的一種熱度在裡面 如果說濕毒的話 舌胎是變白 那如果是更 沉積90之毒的話 舌胎就是變K 如果是唇齒比較偏黑的偏乾的 那代表它的皮胃功能 或者大腸的功能 出現了一個熱度 叫痴瘡便秘的情形 中醫師陳朝宗表示 想要排出五臟的毒素 除了食療和中藥 最根本的解毒密集 就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像是盡量攝取當季和本地的新鮮蔬果 多吃白肉 例如雞肉 魚肉 減少紅肉 像是牛肉 還有運動和多喝水 作息規律和每天睡飽 烹煮少用傳統煎煮炒炸的方式 而是用蒸燙 清炒 涼拌等等方式做菜 煮菜或用餐時 盡量用鐵製不鏽鋼或磁製的 廚具餐具 不要使用鐵芙蓉 保麗龍 或是不耐熱的塑膠用品 不少人在秋冬 免疫力會比較弱 出現一些小毛病 像是咳嗽 過敏 手腳冰冷 口乾舌燥等等 中醫師就建議可以食療加中藥調理 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它會有夜咳聲 而且這個咳嗽可能比較沒有痰 就是乾咳會有這個現象 基本上我們會多吃一些滋蔭的東西 在食物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 它可以入肺 比方說吃一點白蘿蔔 多吃一點羊肉湯是很不錯的選擇 或是蓮藕這個都很不錯 在藥材裡面我們可以吃杏仁 然後我們這裡特別強調 中藥用的是苦杏仁 就是所謂的北杏仁 它可以潤肺 宣肺 對咳嗽治療效果也很不錯 年輕它是入我們身體12經絡都入 而且它是倉家生藥 倉家生藥就是皮膚科生藥 凡是皮膚的問題都可以找它 對 然後在皮膚上 可以多吃一些滋蔭 潤燥的東西 比方說白蘿蔔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這幾個月新冠疫情升溫 再加上流感肆虐 呼吸道疾病的患者相當多 醫院的中醫門診 來看長新冠的人 就多了二到三成 我們在臨床發現其實像最近我們遇到的患者 長新冠的族群大部分 滿多是氣虛體質為主 有些是因為某種原因造到 就是它可能免疫功能比較差 比較低下的狀況 很多儘管是中年年輕上班族的這樣子 因為熬夜的一個基礎的狀況之下 其實這樣子發生了長新冠的症狀的患者滿多 那再來就是年紀大長者 大概65歲以上算是蠻多 那這類患者的話 其實平常可能狀況 比如說睡眠狀況可能還好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長新冠的一個狀況 其實導致睡眠品質突然的惡化 中醫師高定一提醒 長新冠症狀常會被忽略 像是失眠走路容易喘 注意力不集中等等 都有可能是新冠後遺症 早點就醫可以改善生活和睡眠品質 對健康比較好 TVBS新聞張正恩王一傑台北報導